这是一个人人都能觉醒异能的世界 天骄众横 天才无数 但是在一半醒面前都是垃圾 只因他获得深蓝系统 可以通过击杀凶兽无限加紧 一生等 从而变加了一个实在 留下了死于他的返处 日 太平洋深处爆发嘶吼 一四有九七兽皇突破 请沿海城市注意加强防守 魔度异能者大学优秀毕业生刘洋 于昨日突破五千 并正式决定加入灰烬工会 我这是穿越了 而且穿越就穿越了 能不能给个好点的开局 不是说穿越着有福利吗 系统呢 就一下呀 深蓝系统激活成功 新手礼包发放成功 是否现在领取 新手礼包都有些什么东西 二百异能点 以及S级异能自消神雷 S级异能 V级领取 伴随着一声低调 仿佛是雷电法王司空阵的力量 在一半形的体内障碍 无数蓝紫色雷霆电弧 在他身体表面闪烁跳蜜 明灭不定 原本下午三四点的起码 变得乌云目的 甚至还能在乌云当中 看见一道道蛟龙穿透前 好恐怖的雷霆 我似乎感觉到了某种沉重的压力 江城第三军团 进入戒备状态 严阵以待 这就是S级异能 紫霄神雷 好恐怖的威力 不过领取紫霄神雷的动静 也太大了一些吧 对了 童子 新手礼包里还发放了二百异能点 这是用来干嘛的 异能点可以通过击杀凶兽获得 消耗异能点即可提升等级和技能 明天 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 这二百异能点必须都画在刀刃上 尽可能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深了 给我加点 以我线目前的实力 考上异能者大学是绰绰有余的了 去测试一下我的巅峰实力达到了多少 试试不用异能加持下我的巅峰实力 强 变轻了 应该是我体魄变强的缘故 321卡 单纯的肉体力量 居然比之前提升了差不多有一倍 试试紫销神类的威力 不愧是S级异能 太逆天了 不过 3000卡还不是我的极限 你 千人脑雷枪 我进入的是初级训练室 最高能够承受一阶上位异能者的攻击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一击 已经能够和一阶上位异能者相媲美了 看来明天的高考有得完了 好强的能量波动 达到了异能者层次 等 去看看 突如其来的动静 顿时让唐七几人来了兴趣 转身朝着训练室的方向走去 准备回家了 训练结束 想早点回去再准备准备 那行 明天五科高考加油 不过也要记得注意自己安全 好的 七姐 你也加油 好家伙 连技艺金属都被轰碎了 这得多大强度的攻击 从残余的能量中 我都还能感受到那种无比狂暴的力量 发出这道攻击的 就算不是二阶异能者 也肯定是一阶巅峰 刚才就只有一半性从这边走过 你们说 这攻击会不会是他造成的 他其实是个超级天才 只是一直暗中隐藏实力 就等着在明天的高考里一鸣惊人 爽文看多了是吧 这么离谱的事情都能被你想出来 隐藏实力 也要有隐藏实力的条件 一级异能觉醒者 攻击强度能有三百卡就不错了 说的也是 一半性参加五科高考 真的是不自量力吗 小琪 你和半性是在同一个考场吧 对 江城只有一个考场 那要是你在考场中 要是遇到了半性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我是本次江城五科高考的 总指挥王海洋 在考试之前 我在重申一下注意识下 考试总是长为十二个小时 考试地点就是在我身后的废墟小镇 和王界高考相同 废墟小镇共分为外围 中部以及核心区域 外围地区都是不入阶凶兽 中部地区是巅峰不入阶凶兽 以及一阶凶兽 核心区域全都是一阶以上凶兽 最核心地带则是盘踞着一阶高位凶兽 以及二阶凶兽 击杀不同种类等级的凶兽 可以获得不同分数 凶兽等级越高 实力越强 击杀后获得的分数也就越高 不过各位也要量力而行 现在 考核开始 有销队全肉顿的嘛 我有枪滑系地机一弄 弄扛又弄输出 一半行 你应该没有加入小队吧 要不来我们小队 班长 我准备单人进考场 你们组队就好 这样吗 那好吧 进了考场注意安全 比大美女的组队邀请都拒绝 一半行 牛杯啊 三十年和西 三十年和东 阿呸 我已经经非西比了 凶兽 暗影猫 嘿嘿 技能点来了 击杀不入接凶兽暗影猫一头 异能点加三 不入流的凶兽技能点太少了 直接往核心去 去吧 可掌握原副风系异能的周明阳香 一半行的奔系速度算不上太大 但在奔系的过程中 他同样在不断击杀凶兽 击杀不入接凶兽 点毛猪一头 异能点加五 击杀不入接凶兽暗影猫一头 异能点加三 击杀不入接凶兽独角吸一头 异能点加六 全力使用紫霄神雷的消耗太大了 看来要直接进核心去了 与此同时 开始对一半行不屑一顾的一个男生 查看了排名 吓了一跳 郭导 他这是从今前五十了 我没看错吧 什么 四十六名啊 见鬼了 这连头一级一能觉醒者都能有这么猛的吗 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半行 也抵达了核心 排名正在疯狂的攀升中 而外界已经凝起了轩然大多 半行学长好帅 半行学长 我要给你生猴子 我要到追半行学长 十二头凶兽 很好 出来吧 我发现你了 不愧是第一名 感官果然敏锐 周明杨 等等 你是准备一个人对付这群凶兽 怎么 你想和我抢怪 这里面有两头一截中尾凶兽 一个对付不了的 我们俩零首说不定还有些可能 不用 我一个人就行 也罢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 这 暴力美学吗 吞马得惹不起 我走 如何 你赢 你们怎么凑到一起了 这你就要问问一半行了 他把核心取的熊兽都撒广里 那么丝都照不到熊兽 才不得已凑到一气点 一半行把凶兽杀光了 怎么可能 你自己看看一半行的分数就知道了 三 三千四百多分 米马 怪不得之前那么害怕被想怪呢 原来是早就想到这点了 一想到最开始和一半行的那番对话 周明阳就感觉心头有十万头草米马奔腾而活 问 你遇到过一半行了 快说说看 他是什么异能 异能种为我不能确定 不过他体魄很强 气血之至少都在一百八十点以上 一百八十点气血 怪不得这么生亡 与其回中部区域 还不如我们一起去最核心区试试 最核心区 恶妙一剑 目前看来也只有这样了 行 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去最核心区之前 先提升一下实力 深蓝 加点 居然是嗜血暴雄 嗜血暴雄 极难对话 先不提那夸张到恐怖的力量 就说他那全身球结在一起的厚厚皮毛 就要比一级合金还要坚固 就算是导弹都无法轻易轰碎 这下麻烦了 卧槽 你们看 那是不是一半行 一半行夜锅来脸 那儿你 那儿你 一半行 他 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是何方人物 是你啊 这就是S级一能 霸道且强悍 稀有凶兽 嗜血暴雄 今年的五科高考 果然不是一般的 看来不拼命就不行了 一上来就太暴躁 看来这真是恨不得早点杀死我 应该差不多了 承问我半个人 我半个人都不肯定的紫萧神类 真意别什么事都没有 天哪 我一强 终于结束了 这是什么雷队蜥蜴能 这么猛 比类蜥蜴能还强 难道是 看来今天过后 整个江城恐怕都会为他震动 讨核结束 所有人退出命迹 一万分啊 获了江南省的记录了 天才 绝对的天才 天佑江城 这一届省状元 将会落到我们这里了 一半醒 欢迎回归 随后一半醒 直接被校长安排 坐上了回家的专车 一半醒 你想好去哪个艺能学校了吗 没有 以你的成绩 全国任何一座大学 你都能上 包括三大顶尖艺能高校 对了 你知道这三座高校吧 知道 大夏国 武峰强盛 这三座高校 分别是清津艺能大学 博都艺能大学 以及进城艺能大学 都是建校时间高达两百多年的学校 是无数高考学子梦寐以求的校园圣体 小姑 表姐 你家这过火 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你有没有受伤 一点小意外 没什么大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对了你高考咋样 有没有一百分 有一百分 而且比一百分还多很多 是一万分 一 一万分 别开玩笑 快说说你的真实分数 妈 半型可没有开玩笑 它就是一万分 准确来说应该是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四分 这下我们家也后继有人 而这是魔都艺能大学 招生办公室 所有的老师在激烈地讨论着 什么鬼 憋疾艺能 觉醒者 这两玩意儿能和省状元联系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是信息收集错了 收集到成名的人身上去了 伊娃的信息没有错 伊娃 打开一半型的高考视频吧 好的 主任 在经过反复确认后 在场所有老师都震惊了 伊娃 解析一半型的异能等级 一半型的异能属于自然系下的雷电系异能 百分之四的概率为B级 百分之十的概率为A级 百分之八十三的概率为S级 百分之一的概率为SS级 百分之零的概率为SS级 伊斯斯级异能 再加上这强大的实战能力 一半型的省状元 实至名归 主任 我想去将南克招 一半型赶紧来学校 三大顶巾高校的招生老师 已经过来了 招生老师这么快就到了 范醒同学 你的五颗高考战斗视频 我们都看过 实战能力很强 也十分惊艳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你的异能似乎并不是原本 异能觉醒时登记的一级异能弱电 你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要是不方便说也行 我们只是有些好奇 当然可以 高考前的一天我发誓 说苍老师是我的 然后被雷劈了 被子来雷停锁劈中 从而导致的异能变异 倒也有这个可能 你应该还不知道 你变异之后的异能是什么吧 正好我从学校带了 弹异能检测仪过来 你过来试试 施展你的异能就行 好蓬茂的雷停 这股力量 连作为五级异能者的 我都略有些心机 这时 一半醒前的异能检测仪 也开始运转了 一头蓝色光芒 从仪器内投射而出 将雷停以及一半醒在内 从头到脚扫描了一遍 异能检测完毕 该异能为子消神雷 评级为S级 居然是S级异能 一半醒同学 只要你来我们进城异能大学 助学就奖励你400万鸟学金 外加一套C级装备 另外 大学四年 你所需要的任何异能锻炼法 战绩 我们学校都免费提供 卧槽 真当钱不是钱了呀 光一套C级装备 都价值上千万了 呵呵 就这点东西也拿得出手 一半醒同学 你要是来我们清津艺能大学 不仅能获得艺能锻炼法 以及各种战绩 另外我们还会给你600万的入学奖励金 以及大学四年所有你需要的装备 艺能锻炼法和战绩就不用说了 他们学校有的 我们学校也都有 只不过我们学校不提供奖学金以及装备 只是在每一学年 都会给你提供一份S级修行资源 S级修行资源 那是什么 地旁的苏韵和无冤却瞪大了双眼 所谓的S级修行资源 都是些无法以价值不良的宝贝 农族凶兽你知道吧 知道就好 在我们的S级资源当中 有一种名叫龙穴的资源 取自于八戒农类凶兽的新桃穴 服用龙穴之后 体魄会得到极大加强 甚至可以媲美龙类凶兽 而我们的S级资源 每一份都是龙穴这个级别的 这下你懂了吧 龙穴 S级修行资源 以前觉得自己见过十年 没想到是个独爹 好了 该你做决定的时候了 我们三所顶尖高校 你选哪一所 我选择魔都异能大学 苏韵和无冤都不由叹了口气 在S级修行资源面前 他们两所学校提出的条件 确实要苍白得多 一半醒同学 魔都异能大学 期待你的到来 我们学校的新生入学报道时间是9月1号 你也可以选择提前入学报道 能提前入学报道 那入学后就能查阅图书馆的异能锻炼法和战绩了 当然没问题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到了直接联系我就行 江城与魔都坐高铁要三个多小时 一半醒上了高铁之前先给张朝阳打了个电话 本意是通知对方自己今天到 没想到张朝阳却是出奇的热情 好的到了我来车站接你 挂断电话 一半醒便查看市里给的渊海锻炼法 时间一化而过 很快抵达魔都 一半醒同学 这里 张老师好 我先去停车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怎么样 这汉吧 入学报道的所有手续都已经办完 接下来我再给你讲讲几个在我们学校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您说 魔都艺能大学 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两点 一个是学分制度 一个是专属导师制度 首先是学分制度 在魔都艺能大学 学分才是一切 无论是吃饭购买装备或是购买一些天才地方 都需要用到学分 一学分的价值 差不多相当于一万大下币 学分的获取方式有很多 一类是根据评级固定发放 比如说你 入学后的评级就是S级 每学年都能领取到100学分 另外还可以通过做任务 挑战战力排行榜等赚取学分 不愧是顶级大学 有呗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专属导师制度 每名学生都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导师进行拜师 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专属导师 当然要导师同意了才行 专属导师 在学校安排的课程上 导师不是都会去上课吗 为什么还需要专门拜师 一个班的集体上课效率 能比得上一对一的指导讲解吗 另外 我们学校的导师都是高阶艺能者 都有自己独创的战绩 艺能锻炼法 只有拜师之后 才可能学到 长老师 拜师很麻烦吗 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比较麻烦 可对于拥有S级异能的你来说 难度几乎趋近于无 我们魔兜艺能大学 共有四名雷电系导师 我推荐你找院长阳振天 吃过饭之后 一旦醒来到了院长的别墅门口 正准备按响门铃时 身后一道语气带着笑语的声音响起 你是来拜师的 当然 我也是来拜师的 觉醒者 特招生 嗯 学长是 兵器学院大三学生 谭敏扬 你呢 一半醒 大一新生 今天刚报道 刚报道去指导拜师 你动作很快啊 一般新生都是等新生大笔后 才指导去拜师的 新生大笔 新生大笔 是我们魔都艺能大学的惯例 一般在新生报道完毕后的三四天举办 表现比较好的新生 会被个学院抢着药 导师也会亲自出面 收为弟子 当然 像你这样的特招生 也确实不用等到新生大笔 就能拜师 不谢学长解答 谭学长也是来找杨老师拜师的 是啊 这大半年 我已经跑了好几趟了 可却始终达不到拜师标准 算了 我们一起进去吧 谭敏扬叹了口气 随后按下别墅门口的门领 杨老师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你们跟我来吧 杨院长 我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钱 你下去吧 你就是一半醒吧 张朝阳已经提前和我说过了 走吧 我们去训练室 将整个过程全部目睹的谭敏扬 站在原地 有些发猛 院长杨振天可是出了名的颜柯 人送杨阎王 他刚刚居然笑了 一半醒到底是什么来头 难道是校长的儿子 你的五科高考试评我看过 实战能力确实很强 枪法也达到了高级 不过在此之前 我想再看看你的S级异能 紫霄神雷 当紫霄神雷出现了沙漫 整个训练室都充斥着一股莫名的灰红气息 这就是S级异能 紫霄神雷 杨振天沉醉地看着弥漫在一半醒周围的蓝紫色雷体 他的一级异能烽火真雷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气息 一半醒你来的目的我也清楚 以你的潜力成为我的弟子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 我当年在外行走 虽然结交到一些朋友 但也同样仇敌不少 恐为你带来杀生之祸 这要你还愿意成为我的弟子吗 学生愿意 一半醒没有丝毫犹豫 神色恭敬地行了个败师礼 开玩笑 哪位高阶异能者的崛起 也不是伴随着心风血雨 好好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第三十二位弟子了 这是顶尖异能锻炼法 极限异能锻炼法 以及为师创造的断体类战技 雷霆不灭身 异能锻炼法不用多说 是学校仅有的三门顶尖异能锻炼法之一 至于另外的断体类战技雷霆不灭身 则是凝聚了为师毕生的心血 经雷霆武馆和暴雄武馆的双重认定 评级为S级 S级战技 雷霆不灭身只是和雷电吸异能者修行 共有十三重 每一次晋级 体魄都会得到相应蜕变 即便是我 现目前也只修行到了第十重 最终的三重都还没验证 练到满藏 那体魄可以真正意义上达到永恒不灭 另外 雷霆不灭身要异能者等级才能修炼 这段时间你先用极限异能锻炼法晋级 晋级之后 我再帮你塑造雷霆不灭身的基础根基 另外 你还要练习拳法 练习拳法 当然 等修行了雷霆不灭身 你的体魄会大大增强 搭配上近身厮杀技巧以及雷电蜥蜴能 你的战斗力会得到极大提升 当然 枪法我也会同步授予给你 老师 我能问一下 你的这些记忆熟练度都达到了什么程度 拳法 枪法 都是宗师级 至于其他的刀法 剑法就要稍微差一些 只是大师级 从别墅出来之后 一半醒看到谭明阳垂头丧气的站在园里 不出意外 又失败了 谭学长 我走了呀 等等 你拜师的结果怎么样 成功了吗 真成功了 难道真是校长的儿子 可看相貌也不像了 修炼室内 一半醒很快就熟悉了极限锻炼法的修炼方法 稍微一运转 周围的雷元素就疯狂的向他靠了 不愧是顶尖异能锻炼法 感应到的元能比终极异能锻炼法多太多了 接下来也不用按部就班修炼 直接加点进一击就行 深蓝 加点 等级提升到一阶下位 消耗三百亿能点 突破了 居然增加了一百多点气血值 不愧是顶尖锻炼法 接下来就是雷霆不灭身的根基锻炼了 次日 一半醒一大早就找到了院长 老师 我进阶一阶了 这么快 我见过天才无数 也没有见过拿到密集 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晋级成功的 可能是后继过法 既然你晋级了 那刚好给你锻造雷霆不灭身的根基 说完 杨振天手里出现一份银白色精血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和巨大的浓微 这是SS级资源 八阶下位雷霆暴龙的精血 这次兑换SS级资源还是费了点功夫 不过还好我给校长打了个电话 这才同意了兑换 雷霆暴龙的精血对于我这种高阶异能者来说自然是没什么 可对于你这种低阶异能者来说 无异于剧毒之物 就算是皮肤接触 也会产生自痛感 接下来 我会用我的烽火针雷为你塑造不灭身根基 不过最终能吸收多少精血 就全都看你了 地鼓笔一半起的紫香神 那强大无数倍的赤红色雷霆 全然震天身上凤身 雷霆声明慢 整个训练室似乎都因为这雷霆的出现和温度急剧生活 整个塑造过程将持续持五天左右 过程会有点痛 没有这个 最关键的是不要失去 不然精血的牺牲教育会大大降低 吴伯 这都第五天了吧 老师那里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 院长这次用的是八街凶兽精血在为一半省塑造根基 精力 时间消耗上也要更长一些 师弟的根基塑造成功啊 完美 太完美了 半醒的精血吸收率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 百分之九十八 这么高 老师在修炼了雷霆不灭神的二十多名弟子中 吸收效率最高的也才只是百分之九十二 现在 一半醒破几路地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的精血吸收效率 便说明这凶兽精卷与他极为契合 其他人在想什么一半省并不清楚 可当雷霆不灭神中心塑造成功的命 他便感觉有无尽的嗜血以及暴力之类的负面 持续从内心深处暴露 生出一种想要破坏周围一切事物的 但谢谢 醒来 老师 我刚才这是怎么了 刚才应该是雷霆暴龙的精血影响了你的心智 不过你也不用太多担心 随着你实力的提升 这些副作用也会逐渐消失 那就好 恭喜四弟 成功塑造雷霆不灭神殿机 未来五道一片坦毒 这是你师兄柳明 柳师兄好 我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你学好多少 给你转点学分 就当做师兄我的界面礼 赵赵二百学分 这么多 才二百学分 对你柳师兄来说也不算多 师兄就是要多照顾一下师弟 等到你有师弟师妹了 同样也要准备好界面礼 学生明白了 跟激素造成功 五天不吃不喝 你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等明早再过来 跟着你柳师兄一起学拳法和枪法 是 老师 现在时间还早 回去洗个澡 然后去武馆试试我塑造不灭身之后的肉体强度 你应该就是我的老位死优了吧 你好 我是柳文涛 很高兴认识你 一半信 一半信 你是那个蒋婉森的森庄院 你知道我 当然 我外号 可是贝斯通 而你又是 今年蒋婉森嘴大的黑马 刘文涛非常的自来熟 才刚刚认识 就开始和一半信勾肩搭配了 对此 一半信非但不介意 反而嘴角带着笑语 聊天之中 一半信也得知刘文涛来自于有着天赋之国美称的川省 拥有危机精神系异能 一接中卫的实力 这次的武科高考成绩是川省前二十 好了 不说了 我等会儿要去武馆那边一趟 武馆 我也要去 我还没切过莫都一轮打的武馆呢 行 那等洗完澡 我们再一起过去 百姓 你快看那边 哪里有个打美绿 一半醒下意识顺着刘文涛的视线看过去 就看到前方十多米远的地方 有两名女生并肩走出别墅 怎么样 不错吧 确实不错 不过你不是号称百事通吗 你知道他是谁 我挡赞指导 他叫耸秋运 以接嗓尾 拥有自然雷光系A级一论 呀 不错呀 拉死挡赞 耸秋运就死魔门传三位 景念高考中层级 有九千多分 死魔门传三位森壮院 另一边 和朋友走在一起的 宋秋运脚步忽然一顿 他的立即自然雷光系 一名名叫晨曦之光 除了能给他带来不错的杀伤力以外 还给他带去了一种 十分敏锐的代理 人类怎么可能散发出类似凶兽的气息 欢迎来到雷霆舞馆 请问两位同学有什么需要 我们想找个有实力测试仪的训练室 训练室在三楼 请两位跟我来 这是我们的权力挑战榜 共有五个榜单 分别对应一门指的一到五阶 两位要去试试吗 进入榜单前三千就能拿到五十分的雪分奖励咯 进入前三千就能拿到奖励 这么简单 一白星你在这等我 我且死死 欢迎 十号尾203701256的刘文炮开启全力挑战 请大家为他欢呼 哟 要人开启全力挑战了 哈哈 看起西才一阶中尉 似乎是个新生 嘿嘿 这下有乐子看了 没想到开启挑战的东京 局战又怎么打 再退缩也不可能了 权力476公斤 非常好的发挥 不过很遗憾 你的权力 还能在十万名以后 是 十万名以后 坑爹呢 怪不得大家都砍我 原来是等着砍小花了 十万名以后 笑死我了 当年我新生的时候也没这么的啊 一百姓 你要上去死死吗 你上去肯定比我强 行 我也上去试试 欢迎 学后为203701204的一半 去开启全力挑战 请大家为他欢呼 一 又有人开启挑战了 好像是刚才那人的同伴 这个地是里庚地 才一接下位的样子 一接下位 全力有没有四百公斤都难说啊 高亢的声音回荡在大厅之中 与此同是一旦醒的名字 仿若至尊降临一般 金光闪烁 卧槽 卧槽 权力记录居然被打破了 四千五百多公斤 这是人能打出来的权力 一拳就能把我走成肉间 你告诉我 这他妈是新生 他是不是才一接下位 他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记录还会被打破 郭 你怎死我秦郭 今后我就跟着你混了 你所且望懂我绝不忘习 没那么夸张 看来 雷霆暴龙和我确实比较契合 打破记录也会有学分奖励的吧 当然有 打破记录有四百学分的奖励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账了 不错 那下次我要是再打破记录 还能获得学分吗 打破记录 只能获得一次学分哦 然而 得到的却是工作人员否定的回答 可惜了 不过另外还有四根柱子 后面打破这些柱子上的记录 也一样 邱韵 邱韵 你快看 这小哥好帅 是他 原来他叫做一半型 实力似乎还挺强 不过 他是怎样产生那样的气息的 一半型 原来你也来了魔朵 这次 我要把属于我的荣誉都拿回来 新国 你知道吗 闲在小小轮探上 好多年的帖子 都操作说要向你发起挑战了 向我发起挑战 我读异能大学的武风倒是挺强盛 文涛 你要去战绩图书馆吗 我昨天踩起国义词 今天就不取了 行 那你先回去吧 S级学员一半醒 欢迎你来到战绩图书馆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你知道我 就算刚刚打破了记录 可也不至于这么出名吧 拥有S级权限的学生是特殊权限拥有者 当你在门口刷下学生证的时候 我这边就已经收到了提示 原来是这样 我想看雷电锡异能的战绩 需要到几楼去查阅 B级以下的战绩 都在二三楼的公共阅览室 至于B级以上的战绩 由于太过珍贵 被保密存放 你需要在四楼的阅览室中心 进行线上挑选 才可查阅密集 那我直接去阅览室吧 好的 四楼的403号阅览室 已经为您开放权限 S级学员 你需要查阅什么战绩 雷电锡 B级以上的所有战绩 好的 SSS级战绩 还有SS级战绩 果然不愧是顶尖高校 收录的战绩密集如此丰富 只不过可惜的是 我现在能力不够 学习不了 列表上的高级战绩 看得一半醒流口水 可又没办法学习 一半醒一边浏览着 全息投影上的一门门战绩 一边拿出前段时间 杨老师给他的战绩清单 互相比对 确实很适合自己 有个好老师就是省事许多 就这样 一半醒花了半个多小时 挑选出了四门级战绩 分别是攻击类的雷毛 闪电武林枪 身法类的三千雷动 以及辅助类的雷 这四门战绩组合在一起 再加上我强大的体魄 在战斗中 我几乎没有破绽可验 检测到您选择的四门战绩 都是A级战绩 建议您和李达配其他B级战绩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拿来吧你 别人需要修炼 而我不一样 我有挂 深蓝 加点 随着加点的进行 原本需要两年半学习的四门级战绩 就这样被一半醒全部掌握 而它的系统面板也是焕然一新 这么多战绩 也不知道是哪个幸运 会第一个尝尝我这一套战绩的威力 一半醒来了 就是他昨天打破的学校记录 果然 他也是新生 一半醒 我雷昼要向你发起挑战 但随着突兀的声音 一行人从人群中走出 雷昼 我知道他 他是我们江南省科高考的第二名 第二名向第一名发起挑战吗 有点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没什么兴趣 呵呵 没什么兴趣 你小子不会是怕了吧 算了算了 雷哥 这样的人 根本没必要和他较真 别胡说 一半醒不是那样的人 雷昼洋装生气的喝止一声 随后皮笑肉不笑的开口道 一半醒 我记得你小姑家好像是做七花一草生意的吧 恰好 我们家就是你小姑目前最大的采购商 而且还欠着你们家一大笔货款 要是这笔货款 没能按时打上去 你小姑家恐怕会有一点点困难呢 你威胁我 算不上威胁 只是给你提个醒而已 时间 一点 好暴力的信息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七天后的中午十二点 三号实战擂台 好 我去 不过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 新生大会也就是一些例行人家 打鸡血的围权 一半醒没有什么兴趣 就直接和杨敬天学习相同 时间很快 七天一晃而过 走吧 去训练室 你进几了 这才过去多久 你就进几了 我记得你今天中午还和另一名新生有约战 今天中午十二点 三号实战擂台 好吧 我为你的对手默爱三分钟 上午十一点四十二 魔都异能大学 十讯楼 在十讯楼一楼 有一号到十号 共十个擂台 这里 专门用来给学生们做实战队列 或者解决一些个人恩怨 一半醒等级提高了 不过还好 我也准备了杀手键 一半醒 光是分胜负太没意思了 要不然 我们加点彩头 什么彩头 你的全部学分 二 我也会出对应价值的学分 以及大下逼 谁赢 谁就全拿走 可以 虽然一火 一半醒 你让我失去的荣誉 我要在今天全都躲回来 练艳斩 不愧是A级异能 这火焰的高温太苦苦了 这怎么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只是你太弱了 这也太没意思了 连我师弟一层实力 都没逼出来 这是你逼我的 包学胆 他不要命了吗 气一把 输了我认诞 擂台上的一半醒 并没有任何荒问 反而是手握长枪 战意盎然 终于 不是大人打小孩的节奏了 三千雷斗 好快的速度 我就不信 我服用了暴血胆 力量都还比不过你 你究竟是什么怪物 不行 不能硬碰硬 火焰连弹 没忙 不好 他也有远程攻击手段 雷玉 我倒是要看看你的雷玉 能持续多久 闪电 什么可能 认输 我认输了 四枚几站底 四弟 你还真然选呢 一半醒 这次我说的心服口服 学分扩大下笔 都归你 另外 你小姑那边 我也会按时效款 一半醒同学 对社团有兴趣吗 也是 灵狐社团副社长 苏曼 你刚才的战斗十分精彩 我们灵狐社团正需要你这样的新鲜血液加入 苏曼 你们灵狐社团坏规矩了 柳社长 没想到你也在这儿 担扰了 师兄 你这是 没什么 社团吸纳新生 一般都是等新生大笔后才会开始 这是早就定下了的规矩 不过总是有些人要搞小动作 原来如此 当然 我也能理解他们 毕竟此地 你太优秀了 距离上次进阶 一阶中位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差不多 可以再次进阶了 那么 就加点吧 本阶 终于是达到了入学新生的第一梯队了 看来 剩余的异能点不足以支撑到让我进阶到二阶了 既然如此 也是时候去一趟荒野区 猎杀凶兽 补充一波异能点了 老师 嗯 我听说 今天 你们俩要实战训练 所以 才特意来探野 嗯 你突破到一阶上位了 正要告诉老师呢 我是昨晚突破的一阶上位 另外 我的雷霆不灭身也突破到第二重了 我就琢磨 小司令是个死足的要念 好 狠 正好 今天准备了实战训练 就让老师 我看看你进阶之后的实力有多强 犯行 你不要有什么构虑 爆发你的全部实力就行 有老师在 你们伤不着 明白 小司令 那我就把实力压制到二阶下位再和你打吧 准备好了 开始 三千雷动 好强悍的力量 雷 眼看蓝紫色的雷霆化作牢狱将柳铭笼罩在你 随即 又是一杆雷霆朝毛朝这边飞来 好家伙 真是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啊 不过 我可不是那个新生雷奏 欲输真雷 接下来 该轮到我了 偷袭 二十多分钟后 在连续不断的使用战技之下 一半醒的紫霄神雷终于是被全部消耗干净 师 师兄 是我输了 我只是占了异能的便宜 不是你输了 不错不错 精彩的一场战斗 你知道你刚才的实力已经到什么级别了吗 什么级别 二阶无敌 好了 实战训练结束 都进去休息会儿吧 这是被师前段时间梦到的清零异果 可以去除疲劳 正是个训练蛮之后再吃 在老师这儿 总是能蹭到一些不错的东西 看来我以后得天天往这边跑了 好啊 只要你来 老师 我天天都给你整的异果 老师 后面一段时间我要离开学校 恐怕都不能再过来别墅这边训练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没有 家里没出什么事情 老师 我准备去一趟荒野区 去荒野区 准备去多久 新生大笔钱回来 这么久 算了 既然你想去 那就去吧 记住 要是见识不对 立马逃走 多谢老师 老师 既然小四弟要去荒野区 那过几天 我可能也要回工会那边 这么急 西南边战事交组 寿潮已经突破了好几个第几次 工会那边引手不够 已经吹了我好几次了 西南边 那你去吧 你们这次是工会 战团一起行动 遇到高阶凶兽 能躲的就尽量躲 高阶凶兽 自有高阶异能者 对付 老师 放心吧 这种规模的战事 我又不是第一次参加了 这次是八截大宗师 王林阳 亲自带队 没问题的 你好 我是本层长枪类武器的管理员 周海 请问同学 你需要什么样的长枪 我想要一把重量大 但是出枪速度要快的长枪 重量大 但是出枪又要快 你看这把怎么样 半云极风枪 总长2米19 枪身采用韧性极佳的D级合金打造 枪尖使用的是比较坚硬的C级合金 同学 这杆枪怎么样 还不错 就它了 伊瓦 打开学校的任务系统 好的 这是学校的任务系统 每个人都能在上面发布任务 或者揭取任务 赚取学分 这就是魔度艺能大学的培养模式 难怪有人说 魔度艺能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不是在校内 而是在校外呢 出发 目标 远水市 这位先生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我想注册冒险者身份 需要怎么做 注册冒险者身份 好的 冒险者证件制作还需要一点时间 先生您可以先在大厅沙发上等一会儿 好 思江楚轩 江女神来了 不愧是莫大宅小生 遮散发的气息 很强悍 江楚轩 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 先生 您的冒险者证明办好了 另外 这是您的卫星智能手表 里面内置了一份荒野区的地图 谢谢 小兄弟 要胆药吗 胆药 胆药是进入皇爷取所必须准备的东西 无论是撩伤胆还是截肚胆 在关键时刻都有大用 你这边的胆药什么价格 一瓶撩伤胆两万一颗 一瓶截肚胆一点五万一颗 哦 那还真不算贵 当然 我这里的胆药可是除了命的又便宜要小又好 两万一颗的疗伤胆 你觉得我会相信这种假药会有什么好的疗效 你早就看出来了 你觉得呢 好 很好 一个萧萧的一家赏尾也敢刷我 赵春林 你又在这里卖假药 王浅 是你 算你小子运气好 又认邦吗 不过这几天你最后不要离开补给基地 不然 你会后悔的 走走 被赵春林这个家伙盯上 这心人惨了 你刚才和赵春林起冲突了 算了 既然惹到了他 你最近都不要离开补给基地了 谢谢提前 第二天一大早 一半醒变全副武装的走出补给基地 呦 没想到你还真敢出来啊 我找春林不是那么好惹的 山子鸡是个把掌 然后再配偿我耳术 这事也就算万了 如果我说不呢 对 那恐怕你下班辈子都要在论仪上度过了 因为 你的量跳推都会被我卸掉 CG已能尽数把屁股 尽数把屁股 再加上我的定级战役 你连我的防御都跑不了 国藏 什么 果然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规则 学校的规则 是学习 训练 荒野去的规则 则是弱肉强食 大鱼吃小鱼 A城凶兽数量多 但大多都是一届 等级太低 C镇倒是二届凶兽居多 但是周围曾经出现过三届 甚至四届凶兽的踪迹 危险系数要高一些 那就去这里吧 一番挑选过后 一半醒最终选择的是一个名叫平安县城的废墟城镇 开始下路吧 丁 击山二阶下位暗影猫一头 获得18亿能点 获得21亿能点 就这样 一半醒一人一强 仿若鬼魅一般 穿梭在平安县城中 开启了疯狂的下路 而他系统面板上的命迹 也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迅速增加成 队长 你说这平安县城怎么回事啊 我们都转悠一天了 咱们一头凶兽都没碰到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再找两个小时 要是真没凶兽 我们就准备换地方 是必刀虎 不容易啊 终于遇到第一头凶兽了 大家一起上 做了他 这是什么东西 卧槽 我们快走 这处平安县城应该是被某位强者给占据了 刚才这一击 恐怕也是给我们的警告 快走吧 要是走慢了 惹弄到那位强者就麻烦了 叮 击杀二阶下位必当虎一头 获得十九亿能点 达到高级熟练度的雷枪 攻击范围居然直接暴涨到了一千多米 不错不错 一个月时间 二阶上位的等级 第三重的雷霆不面身 以及多门熟练度达到终极的A级战绩 除了我 还有谁 今晚就收拾好东西 明天先回一趟普及基地 然后再继续深入荒野区 什么情况 展树被宝子鸡张推了 先生 请问您想售卖些什么材料 二阶凶兽材料 好的 都是些什么二阶凶兽呢 材料有多少 凶兽种类有点杂 重量大概有四百多公斤的样子 四百多公斤 这么多 先 先生 请稍等 你好你好 我是负责补给基地六七层楼材料 收购方面生意的主管赵毅 一半选 小兄弟真是年少有为 年纪轻轻就能猎杀到这么多凶兽 真是让在下探为官职 这边就交给他们吧 保准都给你全部清点好 走 我们去那边坐坐 先生 您的凶兽材料清点完毕了 这些凶兽材料 共计两千四百七十六点四万 咱们凑个整 算两千五百万怎么样 凑整是这么凑的 行 赵主管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下次见 主管 海窝的那个人会不计几地了 你一定要为我保仇啊 就是你说的那个一阶上位的小家伙 那你想怎么报仇 护杀小队不是知性任务回来了吗 让护杀小队出售 我要让他省不入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